开了眼牛排煎出食材原味 还有鲜甜生鱼片 手卷握寿司满足味蕾 响兵集团旗下吃到饱品牌 超受欢迎 不过如今宣布要涨破千元 脸书分别贴出公告 集团旗下的续集 以及想想都宣布下午茶时段 要从原先990元涨到1090元 菜单上再也不见 千元以下小确幸 我就会花这个钱 我里面去吃单点的 假如说一般正式餐 大概1600来讲 下午茶以为的观念 大概850 900左右 太贵了 太贵了 现在都一直涨 而这两间餐厅 想想主打食材精致 多氧化料理 续集则是高级日式料理 至少握寿司 穴道宝 更都是高楼景观餐厅 不过如今一家四口用餐 如果小朋友每满12岁 下午餐2点半到4点半 就要3597元 对此业者则是回应 调生价格 反映各项营运成本提升 另外同样以海鲜热门的 汗来海港也在今年3月 平日下午餐由690元 调涨到790元 假日下午餐790元 调涨到890元 军岳的凯飞屋 今年2月平日下午茶 980元涨到1080元 假日下午茶涨到1380元 洗来灯的12厨 也即将每人调涨100元 下午茶平日便990元 假日1190元 另一边即使是平价自助餐 也被发现老板成范 斤斤计较 物价飞涨 业者也含酷 这一方面就往一听 特别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